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 已经有两位副部级官员因为贪腐落马 下一个大老虎会是谁呢? 目前最新传闻是 中共新进政治局委员李建国 遭到网民实名举报 可能涉及用人为亲 受到中纪委调查 如果传言属实 这是十八大后遭到实名举报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 同时也将创下中共政治局委员最快落马的记录 香港明报1月26号报道说 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反腐败要 老虎苍蝇一起打以后 中纪委将打大老虎的消息在北京不进而走 报道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可能受到调查 不过消息有待进一步证实 据官方报道显示 李建国已经超过一个月没有公开露面 香港动向杂志披露 李建国因为精神压力过大 已经两次进出解放军总议院 去年12月 网民韩龙光在微博发文 指称 大陆最年轻的80后停官之一 山东几宁市委常委张辉 是李建国的亲外省 在李建国担任山东省委书记期间 张辉只用了8个月就从副处级升到副厅级 据报道 举报李建国的韩龙光已被公安击押 而北京方面至今并未回应李建国遭调查的传闻 时事评论员刘国华认为 李建国案是习近平苍蝇蚊子一起打的一个具体案件 他应该算是老虎的基地吧 但是在习近平这个打老虎打苍蝇啊 这个过程当中啊 他应该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 习近平呢 他最终的目标呢 把这个江泽民啊 他这一伙人啊 要把他们拔掉 刘国华指出 江泽民周永康等江系大佬 策划让薄熙来最终取代习近平的政变阴谋 目标对准的就是习近平 目前习近平所处的位置 不可能说出别的话 只能说要把中共内部的腐败拔掉 但他心里应该很清楚 首要的任务是要保住自己的命 这是他老虎苍蝇一起打的目的 那么对他的命有所伤害的 就是江泽民这一伙 江泽民最文康 所以说他要把这个矛头要对准他们 除了是共产党内部 缘缓那个大船的承诺 他需要这样 对他本人来讲 他要保住自己的命 他也要这样做 美国华尔街日报1月9号发表文章说 习近平的真正敌人不是人民 而是在中共内部 是他的同事小圈子 江泽民一直就是说 中共最大的危险是反攻 但现在对习近平来讲 是完全站不住 他已经看出来了 江泽民对火 是目前中华民族的最大的敌 中共十八大后 以李春城 依俊卿为标志 各地连续有厅局级 甚至副省级官员落马 显示习李的反腐矛头 已逐步涉及高层 动向杂志报道 李建国上任一使就求功心切 但无奈自身不解 结果凭遭举报其底 据了解去年11月17号至12月中下旬 仅网友实名向中纪委 中组部举报就有75个帖子 此外中纪委 中组部同时收到近300份举报信函 报道说在元旦前夕中央政治局第二次学习会议期间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中组部长赵乐际都找到过李建国交底 要他做出严肃反思检查 而曾就职于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曹思源认为 反腐要从制度上入手 全世界历史的事件都证明了 要分权制衡 分权制衡 任何人不能阻拦大权 不能垄断权力 如果不在制度上入手 攀官是前赴后继 前面抓了后面还有 前面抓了偷牛 后面还有这头牛 不过大纪元新闻网28号发表特稿指出 任何重大的社会改革都需要最高权力层之间最基本的政治默契 以及民众对政府最基本的信任 但今天这些最基本的条件中共都丧失了 因此中共犯罪集团完全丧失政治改良的能力